哈喽大家今天要来教大家 iPhone的省电小技巧 其实iPhone省电方式就只有一个 就是打开低耗电模式 但是先别急着关掉这部影片 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设定 iPhone自动开启低耗电模式的门槛 大家不知道电量如果低于20% 它会自动开启低耗电模式吗 我们今天就是来教大家 例如说30% 40% 你就想要让它自动开启低耗电模式的话 要怎么设定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电量焦虑症 我自己也有 尤其是用了一两年iPhone之后 它的电池可能就没那么健康 耗电量就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做 就可以提升开始省电了 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如何设定吧 那我们今天一样会使用到 捷径这款App来设定自动化的功能 那如果你不知道捷径在哪边的话 你可以滑到桌面的最后一页 也就是这个App资料库里面 你在上面搜寻捷径 就会找到这款App了 那我们点进来之后 看到最下面中间有一个自动化的按钮 我们点下去 然后我们就进到这个自动化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 你就可以设定iPhone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说它在怎样的条件之下 要去做怎样的动作 那我们这样设定的条件呢 就是当iPhone的电量低于多少%的时候 它就要开启低耗电模式这样 所以我们就按一下右上角加号 这边就是在设定它自动化的条件 那我们往下滑 去找到一个选项叫做电池电量 点下去 那在这边你就可以自己决定说 低耗电模式要在多少%以下打开 就比如说我今天很没安全感 我设在40%好了 就是当我今天电量低于40%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打开 所以在下面这边我们就要选择 低于40% 然后再来下一个选项 我们要选立即执行 接着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下一步 然后这边出现这个画面呢 我们在搜寻栏这边打低耗电 这边就会有一个 设定低耗电模式的按钮 我们点下去 那这边就出现开启低耗电模式 这样子就设定完成了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这样设定完毕之后呢 你的iPhone以后在电量低于40%的时候 就会自动开启低耗电模式 那同理可证呢 你也可以自己设定它 自动关闭低耗电模式的门槛 但是因为iPhone充电 充到80%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关闭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去设定这个东西 但是我还是很快的讲一下 如果你今天想要设定这个门槛 比较低一点的话呢 你就是一样按加号 然后我们一样去找到电池电量这边 那在这边你就可以去选择 iPhone关闭低耗电模式的门槛 例如说充到70%的时候 我就希望它自己关闭的话 我就可以选择中间的这个升到70%以上 然后下面选立即执行 然后按右上角的下一步 那一样在搜寻栏我们这边打低耗电 然后选择设定低耗电模式 那因为我们是要关闭嘛 所以我们就在开启这边点下去 然后它就会自己变成关闭低耗电模式 这样子就完成啰 然后按右上角完成 那这样设定完毕之后 你用了一阵子就会发现 它会跳通知出来 就是在你的手机电量低于30%的时候 还会跳出一个通知说它现在已经打开低耗电模式 那其实会有一点点的烦人 如果你希望关闭它的通知的话 我们现在也教大家如何关闭 首先我们到设定 设定我们去找到萤幕使用时间 接着按查看所有app与网站活动 接着我们滑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通知的栏位 然后我们按下面的显示较多 这边我们就会看到捷径 那你发现它按不下去对不对 我们就在上面的这个星期几按一下其他天 它下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点进去了 我们就点进去这个捷径 那如果你发现你在这个栏位没有出现捷径的话 代表你的捷径从来都没有通知 它就不会显示在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等它通知出来几次之后 回到这个画面就会看到捷径出现 我自己是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的设定 总之呢点到这个通知的画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允许通知这一栏关起来 或者是说你今天想要关闭特定的通知形式的话 你就可以在下面这边去选择说 你不想要看到哪一种通知 那这样设定完毕之后 它以后就会在背景默默的 帮你打开一号电模式咯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很快的神殿小技巧 就是介绍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影片最后也记得要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周遭有在使用iPhone的朋友 另外一些比较适合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 欢迎去追踪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